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博老师回应之前 我把这一次特别是以蔡总统韩市长 跟郭台铭董事长 柯文哲市长 以及王金平院长的所谓黄金铁三角组合 所做的民调来看 他相关的一些breakdown 他的交叉分析 如果以性别来讲的话 过去韩市长的性别上 他在男性比较没有优势 这次优势是呈现在 这个所谓黄金铁三角组合 以37.9的男性自治度 赢过这个蔡总统30.8 以及韩市长26.7 过去韩市长的女生自治度是很高 不过这次这个优势 似乎也被黄金铁三角这个组合追赶过去 以年龄层来看 20到29 30到39 40到49 通通给黄金铁三角这个组合包办 都全面获胜 那50到59 60岁以上 还是韩市长优势 还是有长青俱乐部的领先优势 以地域区格来讲 北部地区跟中部地区 还是黄金铁三角有明显优势 35.5 37.0 分别赢过蔡总统和韩市长 但是在南部地区 OK 转过来变成蔡总统36.4 赢过韩市长25.6 以及这个黄金铁三角29.2 最重要是韩市长 你还是落到第三 上次钟小平的节目当中有讲 云嘉南地区的 比较一些 就底层辛苦工作的朋友们 已经开始裂解 从我们的民调也进一步证实 这地方真的开始裂解了 那东部地区这一次是蔡总统 有32.6的领先优势了 那以政党的倾向来看 民进党86.7% 通通回到蔡英文总统这边 OK 那国民党部分 只有68.3 回到韩国瑜市长这边 那个24.8 选择黄金铁三角的 一个新的第三项选择 那时代力量部分 51%投蔡英文46.6的人 回过来支持郭台铭 柯文哲跟王院长的 黄金铁三角组合 我们来看最有趣的是 广义自认为是泛兰选民的 31.1%的回到支持韩国瑜市长 高达61.7%的自我认同的 泛兰选民过来支持黄金铁三角组合 自认为泛律选民的71.9% 回到蔡英文总统这边 那20%的转到 这个黄金铁三角这个部分 一般归类为中性选民 不支持任何政党的45.7% 投到这个黄金铁三角组合 以教育程度来看的话 学历越高的越支持 这个黄金铁三角组合 老师您对这个民调的回应是如何 我想基本上来说先讲大的 就是说第三势力 这个已经成型 就最近才有开始做所谓的 郭台铭跟柯文哲 王金平的联盟 之前没有 那之前做的是他们分开做 所以大家会害怕说 是不是支持这个郭的 的人会因为这个 这个所谓柯文哲的支持者 而不投了 或者支持柯文哲的人 会因为郭台铭的支持者 而不投了 现在看起来不会了 这个相容性很大 刚才大家就有讲 这个组合看起来是相容了 而且这个空间开始在增加 那我们可以看到 刚才文嘉宁有一个民调出来 就是说当蔡英文跟韩国瑜都在调的时候 这个第三势力起来了 那之前调当然是施焉对蔡英文不利 送中的事件对韩国瑜不利 也就是说这两个人在这两个事件都没有获利 然后这些票全部到第三势力来 也就是官望的势力 现在开始增加了 那这个增加起来以后 就看这三个人怎么组合 这是我看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这三个人怎么组合 我现在觉得组合性越来越高 因为我认为这个民调 对这三位来讲他们也看清楚了 这叫一个也不能少 一个也不能少 他们只要少了一个 第三组合想要赢就比较困难 就是说他第三势力 一定要这三个人弄在一起 如果说有任何一个人拖来戏喀都 就结束了 那就回到蓝绿 就是看蔡英文跟韩国瑜怎么样 我想他们三个有共识 所以会传出说他们会愿意见面 我想这个共识他们应该心理 这三个人心理都非常清楚 如果他们最后要能够赢绿胜蓝的话 他们三个就必须先紧密的团结在一起 这三个如果分开那就糟糕了 那另外一个我看的很有趣的就是说 如果真的是这个郭台铭王金平 他基本上属于蓝的 那柯文哲属于白的 如果真的是蓝白合作的话 那这个就有趣了 那就叫做青天白日了 那国民党就只剩下满地红了 国民党很麻烦 真的 这个如果弄下去 对国民党来说 我认为你讨个梦为修 你认为这个组合是真的 我现在不敢讲说他们一定会成 但是如果这个局 如果他们想要选赢 他们一定要三个人一定要紧密的结合起来 那他们一旦紧密结合出来 那韩国瑜的声势我认为会开始慢慢的衰退 慢慢的衰退 尤其不要忘记现在有很多支持韩国瑜的 这个所谓的国民党的这个本土派 地方派系 他们是自己要选立委 有的是这样 他现在非得支持国民党的这个候选人 那如果等到这个韩国瑜是下去了 这群人往哪走 我们不晓得 他们可能到时候看如果是郭德森是上来 他们会不会这个组合他们会过来 还有另外一个 这个柯文哲要提名这个立委 他如果到时候在这个蓝营的这些 这些地方派系的这个选区也提名一个要跟 跟他们拼的话 那我这张好看 这张真的好看 我跟他上线的看一看 老烈 这张真老烈 我们今天特别请賴老师和胡老师 因为賴老师目前是台湾民众党的 叫什么 中央平衡委员外传说 他可能未来是不分区的第一名 外传 这个外传 那胡老师也经常跟这个王院长有些接触 对王院长的整个政治思路跟判断 也都有第一手的观察跟分析 创下怎么看这个民调 对于这个国民党比较摸在搜 还是民进党比较摸在搜 其实这个民调里面你要看的是说 我一直不觉得说现在叫做第三势力 因为台湾30年来的民主化之中 常常有第三势力 然后第三势力可能是一些政治 或什么的一些人物 可是这一次其实我会看到是很明显的 叫做第三种路 第三种选择的 一个渴望或一个期待 这里面怎么看呢 像Giddens常讲的 对第三条路 第三条路的一个渴望 为什么你要注意看的是说 慢慢民调下来的时候是 如果只有两个人 就是蔡英文跟韩国瑜 两个人都32 那为什么 如果只有两个人的话 应该会归队的 可是只有32代表三分之一的人 是迟疑的 两个都投不下去 两个都投不下去 两个人都认为说 你们这样子搞了30年受不了了 所以为什么现在就是 不管是郭台铭 王金平和柯文哲 其实他们三个人有很大的差异性 可是很大的差异性 你会发现他们的支持群认为说 他们是可以组合的 而这种组合之后 是开始有点期待的 会有些想象空间 而这种组合的想象空间 就是不再是蓝或绿 而是台湾已经受不了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30年下来 所以他们是期待是第三条路 而这第三条路的一个选择 才会是今年的一个整个政治会被重组的一个关键 而不是蓝白合作 其实他们不见得是蓝的 不见得是白的 而是受不了蓝绿之间 不断的走马灯 政治走马灯换来换去 这是另外一个状况 所以看到的是 柯文哲的一个台湾民众党 所以拿出来之后 坦白讲不太好看 不太好看 我们如果用一个山长来讲 说柯文哲自称是有技术股 就拿出来第一次商长 大家觉得说 你好像没有什么核心能力 你只是一些零售商 可是还是有26.8 26.8会支持台湾民众党 你还没看到他的全貌 就是希望换一个第三条的选择 包括之前那个 孤芝正所做的民调 有1乘5的要投台湾民众党 就算1乘5的话也很可观 如果你加上郭柯王的话 到34 那个就已经三分之一 所以大家是受不了 那不会的就是蓝绿的一个巩固 所以今天其实郭柯王也面临一个压力 他们其实你会知道这些选民 不那么的不见得如果要每个人要去挑他们的缺点 都挑的出来 可是他们愿意接纳他们的一个融合 就是希望重组 所以希望重组才是今年的选民的一个 至少是一股力量 第三条路的力量 所以其实这也是他们三个人压力 所以他们三个人也许还在跟说我要选拿 我不选拿 我是要怎么样 可是如果你们三个人真的破局 那样一个三分之一的洪流 会是一股压力 他们压力可能是失望 可能是出走 所以那对台湾来讲不会是好事 所以现在这三方其实有时候不是在那边想说 自己的权位问题 而是你不小心在这封肩浪头上 人民把你当成工具 坦白讲他们其实是一种被寄希望的工具 可是这个工具里面再过来的话 这里面当然对国民党压力很大 所以为什么当一个换柱2.0是很难的 几乎不可能的 可是换柱2.0竟然会成为党中央党主席要亲自出口奖 那代表着他们真的担心了 他们真的知道原因是什么 候选人不够强吗 换柱变成不愿意面对的真相是不是 对 那为什么不愿意面对的真相 我们回到当年的换柱 当年换柱的一个状况是 第一个母鸡生病了 那时候讲到这次话 那母鸡为什么会生病 几个原因 第一个当你选总统你国家的方向 你国家的走向 你两岸的定位要很清楚 当年的红袖柱让大家迟疑 第二个状况是你红袖柱带出来的班底 让大家迟疑 你有治国的人力吗 你有那个你这群的班底 是一个是不是比较极端少数的人 那个班底会受到人家迟疑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发现说如果继续走下去会完蛋 那今年回来的话 就刚刚讲的青天白日的话 然后剩下是满地红 那这个满地红大家会迟疑的 那你的班底更人家迟疑 一个特定的媒体集团 一个特定的四个人家觉得地方派系 然后颜色有点黑色的 这黑金的复辟的压力 如果加上你们自己的家族 又是那么典型的传统地方派系 你自己的一个高雄市政都治理不下来 这种压力之下 所以换住2.0会形成一个话题 所以你会看到刚刚那个比较 61%的大泛男 宣布说他们可以去支持 这个新的第三条路 而这第三条路为什么呢 为什么是大泛男 就是就回到我讲的1999年的状况 连战换不掉 而且事实上连战的历练完整 连战的资历完整 连战的格局 说实话后面的马铃九跟他还差一大截 可是大家就觉得你会输 那国民党可以输 泛男不能输 所以那时候才会有一个宋楚瑜 应运而起 就是连送2.0的情况 会在1999年 那今年可能会重来 那原因还是一样 候选人不够强 不过最后补一句 第三条路不是坏事 台湾之所以中华民国能够 现在骄傲在全世界上 就叫第三条路 因为40年前 那个邓小平发表告台湾同胞书 你说叶剑英发表了叶九条 然后当时台湾都不回应 所以李光耀代表着 中共拜托他 来去跟我邓小平的老同学 讲金国讲一讲 李光耀讲说 金国先 你现在只剩下两条路 一个选你爸爸对抗到底 另外一个就去接受 蔣金国说不对 我们有第三条路 所以亚洲思想的奇迹 就是第三条路 所以其实第三条路 为什么他们都能有渴望 如果你回顾中华民国 在这边的70年 有一半的路 就是走了第三条路 所以我说在今年的情况是 第三条路 而不是第三势力 OK 第三条路不是第三势力 老师有补充 我简单补充一下 前一阵子 我有一些学生 跟我讲一个观点 我觉得蛮有趣 现在年轻人的看法 跟我们这些又不太一样 他们讲是这样 国民党做得烂 然后换民进党来做 民进党做得烂 又换国民党来做 国民党做得烂 又换民进党来做 台湾怎么两党 在垄断我们的政治 所以他们对于这种 所谓蓝绿的这个垄断 而且这个垄断的情况下 两边又斗的 你看蓝绿在斗 越斗越厉害 但是从来没有休止 我觉得是这一次 这个第三势力 或者这个创下讲的 第三的选择 这个会浮出来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现在就只是看说 这个出来组的 这个第三组的人 他们到底要提出什么诉求 能不能抓住这一群人的心 这个是我认为是重要的 那我们也是我想这些 在看的人也是期待说 他们三个人见面 能不能谈出一些 让人家耳目一新的事情 这个我觉得是重点 谈出一些耳目一新的事情 如果是三个人见面 他谈谁你当政 我当父 那谁要做什么 他要跟他说 再见 拜拜 的确